大家好,这里是安小燕说电影 人们在歌颂世上只有妈妈好时 是否审视过怎样才是真正的好 世界上任何的父母都要把最好的留给孩子 这点是无可厚非道 但教育孩子这件事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过度的溺爱和控制孩子会让他迷失自我 对父母产生极度的依赖和恐惧 令孩子自卑甚至自闭 这也是一些人悲惨一生的源头 今天安哥和大家分享一部高分电影《孔雀镇》 在一个叫做《孔雀镇》的铁路旁边 女人爱马收起晾干的衣服 急急忙忙的跑回屋里将门锁紧 就连开门拿报纸时都要躲躲藏藏 此时是早上7点55分 他有条不稳的制作着精致的餐食 然后放进冰箱并留下一张字条 之后干净整洁的摆放好早餐 搬过椅子坐在窗帘后面 偷偷的看着街道上的小孩子开心的去上学 这是他一天中最自由的时光 看看时间已经是8点15分 他不情愿的把椅子放回原位 缓缓走上楼梯 依依不舍的摘掉了假发 原来温柔贤惠的爱马 是个叫约翰的七尺男儿 因为他患有精神分裂人格 所以在男女两个角色间转换 而精神分裂者不会有共同的记忆 换上男装后 他便坐到餐桌前 幸福的吃着爱马做的早餐 吃完后直接把碗筷放进水池里 因为爱马会帮他清理干净 之后他便带着爱心午餐走出来 然后偷偷打开楼梯板 在一个隐藏的小盒子里 拿出一块巧克力 骑上自行车开心的去上班了 他在一家银行工作 虽然职位不高 但约翰也很是知足 来到办公室 随手把糖纸扔进垃圾桶 随后老板给他发了当月的工资 约翰拿出自己的金库钥匙 为了不让爱马发现 他把钱存进了自己的小金库 约翰的性格有些内向甚至自闭 从不主动和人接触 中午下班后 喜欢一个人来到小河边 像个孩子一样打起水漂 打开爱心早餐上的留言 是爱马让他下班后去超市买点东西再回家 然后约翰满脸幸福的坐在轮胎鞦韆上 吃着爱马给他精心制作的午餐 下班后他来到超市 按照爱马的要求买了一些水果蔬菜 然而他却偷偷的买了两块巧克力 和小孩玩的卡片 离开时遇见了熟悉的邻居 邀请他去家里吃饭 但性格内向的约翰 委婉地拒绝了 只有他自己知道爱马还在家里等他 到家后 他首先把存折和金库钥匙放进盒子里 然后看看私下无人满足地吃着巧克力 回屋后拿出冰箱里的晚餐 纸条上显着加热后再吃 吃完就去睡觉 就这样 约翰每天享受着在与爱马二人的世界中 直到有一天 这平静的小日子被出轨的火车打破 车头直接撞进约翰家的院子里 正在收衣服的爱马被撞倒在地 众多村民上前关心了询问身体状况 因为村民们从没见过女装的爱马 以为是约翰金屋藏娇的妻子 这让爱马惊慌失措迅速跑回屋里锁上门 看一下时间已经是八点整 他匆忙做好餐时 然后换上男人装走出房间 看到院子里的火车头和人们的询问 约翰一脸焦躁茫然 而早餐的纸条上却写着 上班路上不要和任何人说话 看着做的一塌糊涂的早餐 约翰一口没吃就匆忙赶去上班 但家里有女人的事传遍了小镇 火车偷鬼的中单事件 也让约翰成了风云人物 出了这么大的事 经理要给他休假一天 但约翰早找借口表示不想休假 这让经理满脸诧异 其实交代班的约翰是想躲避邻居 下班后警察来到他家 想要询问一下约翰的妻子 却没有人开门 但约翰答非所问 只想尽快恢复原来的样子 而这一切只能靠他自己解决 因为约翰的妈妈一年前意外去世 葬礼都是警察和约翰一起操办的 警察相信约翰有这个能力 没有妈妈的帮助也能把事情做好 于是协助他联系铁路方面 提出房屋损毁的赔偿要求 但约翰认为 院子里的火车头才是个大麻烦 会让爱玛随时面临暴露的危险 好巧不巧 得知消息的现任老议员顾问 和孔雀镇的镇长夫人 一大早就来到了约翰家 正巧撞见了起早做饭的爱玛 这让爱玛不知所措 两人没等爱玛缓过神 顾问就主动坐在爱玛家的沙发上 原来他们是为了院子里的火车头而来 但并不是要拖走他 因为这列火车本来是老议员乘坐的 而他的对手很善于诽谤 想要火车拖轨事件 暗示老议员的政治生涯终结 并且报纸上还刊登了爱玛在现场的照片 顾问必须阻止这一切 便决定在院子里举行集会 消除舆论 爱玛知道 这将会让他和约翰的生活变得混乱 镇长夫人见他紧张万分 便和他单独聊天 在夫人身上 爱玛看到了女性的柔美 原来约翰工作的银行也是镇长家的 而夫人则开了一家女性收容所 创造现在的女性 她计划通过举行集会 为自己的收容所宣传募捐 爱玛听得入神 回过神后缓缓走上楼 但夫人的一句话触动了她 不要让家务占据了你的全部生活 你不属于任何人 只属于你自己 爱玛来到窗前 静静地看着邻居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 又看了看约翰整齐的男装 他似乎要为自己做些什么 果然第二天到了约翰上班的时间 他并没有出现 而爱玛却端着饮料和食物走出房门 迎接了家里的不速之客 在夫人口中得知 收容所还收留无家可归的儿童 这让爱玛突然精神振奋 夫人趁机挽着爱玛的胳膊 对她一阵灵魂的洗脑 爱玛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心 对方走后 爱玛站在窗口看了许久 这时银行经理因为约翰没去上班 打了电话 爱玛以约翰妻子的身份接起电话 轻声细远地说 他有事耽误了 一会儿就到 约翰赶到银行 却看见顾问和夫人在等他 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得知两人去了自己家 还见了爱玛 约翰气愤地朝对方怒吼 夫人见识不妙 便和顾问离开 让镇长和他单独谈话 其实约翰不是不想举办集会 而是这一切会毁掉 他和爱玛的二人世界 更害怕爱玛会迎接新事物 而抛弃自己 但镇长却对他不留客气地放下狠话 下班后 约翰又来到小河边 孤独无助地蹲在岸边 就像个无家可贵的孩子 回家后 约翰的前妻戴妹出现了 这无疑让他选上加霜 还给他带来了个小约翰 约翰唯唯唆缩 不敢指示对方 原来戴妹得知 约翰家被火车撞 想从他这里得到一些钱 便带着孩子来找他 但约翰并不知道孩子的存在 交集不安地 借口上楼拿钱 戴妹等了很久 没见约翰下楼 就在他等不及 要上楼寻找时 突然看见 打扮精致的爱玛 从楼上走下来 爱玛却被戴妹身边的 小约翰吸引住 眼神中掩饰不住的喜欢 看见约翰有了新婚 戴妹失望地抱着孩子离开 而爱玛在门口沉思半客 鼓起勇气叫住戴妹 决定用自己开车 送他们母子回家 戴妹询问约翰去向 爱玛却说他睡着了 坐在驾驶室的爱玛 满脸显着自信 他第一次离开房子 获得了自由 但他对开车并不熟悉 在戴妹耐心的教导下 爱玛顺利地 把他们送回了家 下车后 戴妹向他表示感谢 但爱玛并不想离开 主动提出进屋参观 其实他是想对小男孩 多了解一些 却无意得知了 约翰的婚姻生活 原来他们两个人并不相爱 而是在一年前 约翰的妈妈 为了让他成为真正的男人 便花钱雇佣了 生活结局的戴妹 并在约翰妈妈的监视下 两人强行发生关系 约翰并不想做 但又必须要听命于妈妈 听到这些 爱玛没有一丝醋意 只是觉得 同样作为女人而感动身受 事后 戴妹被约翰妈妈赶走 才发现自己怀了约翰的孩子 听到这些 爱玛则对约翰妈妈 产生了好奇心 回家便走进 约翰母亲的房间 进门的那一刻 让她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桌子上满是灰尘 看着约翰小时候的照片 她仿佛有种 身临其境般的存在感 柜子上的蓝色裙子 让她感到无比亲切 床单上的花纹 和昏暗的颜色 让她不由自主地 躺在约翰妈妈的床上 好像这一切是自己的房间一样 爱玛彻夜未眠 看着约翰儿时的照片 她迫切地想要有个孩子 于是对小约翰 起了领养的念头 询问后得知 只有让大爷妹母子两人 进收容所得到夫人的证明 才可以不用约翰签字 就能领养小约翰 飞出牢笼的爱玛心思缜密 她趁着早餐时间 首先找到夫人和她套近伙 并说自己已经说服约翰 同意举办集会 随后又来找大爷妹 然后借口要帮她脱离困境 让她带着孩子去收容所 但大爷妹只想拿到 孩子的抚养费远离这里 在爱玛的劝说下 大爷妹决定考虑一下 回家后 爱玛无意间发现约翰的小金库 但她却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一天 晚上睡梦中的约翰被吵醒 是夫人不知为何来感谢自己 约翰焦躁不安地关门送客 她不知道爱玛背着自己 也都干了些什么 看着没有一点食欲的饭菜 约翰气愤地摔碎盘子 赶忙出来检查自己的藏宝盒 发现金库钥匙还在里面 她担心被爱玛发现 焦头烂额地坐在楼梯上 然而第二天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屋子里干干净净 摔碎的盘子也不见了 看着美美的早餐 约翰正想着美餐一顿 却听见外面有动静 开门一看 原来是工人正在搭建演讲台 得知是爱玛自作主张 约翰怒气冲冲地赶走所有人 然后自己用木板把房子围了起来 又找到镇上最厉害的机械师 高价雇佣他 想办法把火车头弄走 虽然违法 但为了钱 对方爽快答应明天就干 然而约翰却因为忙于此事 上班迟到被经理一顿臭骂 之后又接到大爷妹的电话 告诉他自己和小约翰 靠着爱玛的人脉进了收容所 约翰一听 大爷妹见过爱玛 还开车送他回过家 气急败坏的搬也不上了 飞搬回家检查了汽车钥匙 又看见木星的房门厂开着 屋内的一切都没有变化 只是变干净整洁 没有一丝灰尘 而这一切都是爱玛做的 他还在约翰目前床上睡过觉 这便激怒了约翰 因为爱玛的人格改变 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范围 他迅速拿走爱玛的衣服 捐赠给了收容所 顺便来找大爷妹 答应给他钱 让他赶快离开孔雀镇 远离爱玛 约翰要把自己所有的私房钱 都给大爷妹 为了不回家让爱玛出现 他决定开车送大爷妹离开 但大爷妹并不想打扰他和爱玛 无奈之下 约翰也说出了 爱玛并不是他的妻子 大爷妹蛮脸疑惑地 看着约翰去取钱 可已经半夜 银行早已关门 只能等明天再来 约翰知道自己坚决不能再回家 于是便来到小河边的草地上睡着了 无巧不成书 却被路边的警察发现 就是那个帮助过他的人 约翰祈求不要让自己回家 并说妈妈死的那天 爱玛就出现了 他不希望自己的遭遇 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这让警察觉得他就是太想他母亲了 坚持把这个可怜的人送回家 看着他进了家门 警察才离开 警察走后 约翰拿出行李箱 迅速逃离房子 来到一家旅馆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爱玛 但当他打开行李 里面却放着母亲的蓝裙子 和剪掉的头发 约翰始终逃不出爱玛的帐控 从这以后 小河边再也没有看见约翰 办公室里也没有他的影子 自行车也一直停在家门口 而到了早上8点15分 在精心制作早餐面前 却坐着穿着蓝色裙子的爱玛 吃着属于他自己的早餐 他拉开所有窗帘 外面的世界明亮的呈现在他眼前 现在任何人都不会再控制爱玛 这时机械师来到他家中 搬离火车头 却被爱玛赶走 而此时代言妹离开了收容所 爱玛便找到了代言妹询问情况 代言妹没拿到钱 心情也很郁闷 爱玛说可以在银行给他找一份工作 但代言妹却拒绝了 理由还是不想给他们夫妻俩带来矛盾 但实际上就是想要约翰的钱 爱玛回到家看见约翰小时候的玩具 这让他对拥有小约翰的欲望越发强烈 于是他策划了一场阴谋 他用约翰的声音给代言妹打去电话 为了不让爱玛发现 让他在指定的时间 去一个旅馆的9号房与约翰见面拿钱 紧接着消失几天的约翰来银行上班老 但他却变得能言善变 并答应夫人隔天自己和爱玛一起去他家做客 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拿出那把金库的钥匙 拿出来然后又把自行车装进后备箱 原来银行的约翰是爱玛假扮的 他回到家刮掉自己男性化的美貌 打扮精致美丽来到酒吧 勾引了一个四海维加旧屋定所的野男人 两人一起来到和代妹约定的旅馆 男人窃喜艳遇自动送上门 却不知自己成了爱玛的猎物 趁其不备 爱玛用铁棍狠狠地砸向男人 然后真丁自若地给他换上约翰的衣服 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点燃床铺 到了约定时间 代妹带着孩子赶到 但屋内已经火势汹汹 看着门外的自行车和床上烧焦的人 代妹确定那人就是约翰 第二天得知消息的警察和夫人 来到爱玛家里安慰他 告诉他可能是约翰的烟头 掉在床铺上引发的意外 这警察也太草率了 爱玛静静地走到床边 只字不语 看着他的背影 真不敢想象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 几天后集会正常举行 孔雀镇的村民们欢聚在一起 老议员和夫人都为此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代妹也在爱玛的推荐下 接提了约翰的银行工作 爱玛也终于能大方地接近小约翰 给他拿了自己认为男孩喜欢的玩具 然后拿出约翰妈妈的相机 给他拍了一张和约翰如出一辙的照片 同样约翰的记忆也在爱玛的脑海中闪现 这本该是一段快乐自由幸福的时光 但却被约翰母亲强烈地控制欲望 和无休止的责骂怒吼中 将约翰的心灵激得粉碎 使他的情绪焦虑已知并变 抑郁自闭甚至人格分裂 爱玛这才了解到 约翰一直以来背负他那无人得知的痛苦 他瞬间醒悟 不能让小约翰因为自己的控制欲 成为下一个可怜的约翰 并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大爷妹 让他带着小约翰远离孔雀镇 看着他们母子俩离去的背影 爱玛的心中万般不舍 但他觉得不能再重蹈覆辙 也让他自私的母爱 保留住最后一丝崇高 最后他将门窗紧锁 拉上所有的窗帘 像电影开始一样 继续在阴暗的世界里生活 但此刻的他 再也做不回当初的爱玛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孔雀镇上于2010年 由著名影星吉里安·莫菲 一个人出演男女两个角色 在约翰和爱玛两个身份间转换 对分裂症后两个人物的演绎极其完美 约翰的童年受母亲影响 没有健全的人格 没有独立认知和社交能力 最终那自认为无私的母爱 毁掉了约翰的一生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 也许是约翰忍受不了母亲的控制 然后杀了他 母亲离开他后 他才发现自己太过依赖母亲 于是把自己分裂出母亲的模样 照顾自己 但他也很享受 在母亲的控制中 偷偷获得自由的快感 真是让人喜思极恐 好了 今天解说到这里吧 想跟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暗小言说那样 我们下期再见